疫情隔离的第一天 目前还不知道发生了啥 脑子里只想着撒瘦干饭 吃吧 隔离的第二天 他还很高兴 我们有那么多时间陪他玩耍 完全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出不去 第三天 似乎发现有些不对劲 时常坐在门口想出门看看 第四天 热情逐渐散血 在笼子里睡觉的时间慢慢变长 第五天 有些阴谋了 时常坐在笼子里朝窗外 会无故的对着窗外叫惯起身 第六天 狗粮快没了 吃了好几天米饭 还拉肚子 这是最后一点狗粮了 后面就没有了 第四天 给他洗了个澡 第十五天 天气晴 适合睡觉 第二十五天 睡觉